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受到随缘济重 这句话要用现代的语言来说 就是为众生佛物 为众生佛物的四太多太多 所以他说其类致反 如果没有离开我人众生受者 《金刚经》上讲的四相 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没有离开 热尘为众生佛物 这是世间的神仙 如果将四相断了 真正做到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为法界一切众生佛物 这个就是佛菩萨 出世间的大事 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 事出世间圣人 区别就在此地 可是为众生佛物 他这里提出了十个项目 也就是十个纲领 概括了一些佛物的四相 第一个是 与人为善 其心动念 总得以善心待人 以善心来处死 事出世间圣人 都是守住这个原则 纵然对待悟人 也是用善心 善严 善心 对待仇敌 还是善心 善严 善心 这才能称为圣 为什么 因为人性本来是善 中国蓬盟教学 念三字经 第一句就说 人之处 信本善 他为什么会作物 为什么会给我们 做冤家 这是迷惑 这是误会 是不觉 他自己不知道 我们清楚啊 他以握心 握心对我 我不可以 以握心握心 待他 这个里面的道理 他不明了 我们明了 如果长存这样的善心 净虚空变法界 一切众生 没有不能相处的 人不能跟我相处 不要去责怪别人 要回过头来烦心自己 自己如果没有过时 怎么会与别人 不能相处 有一些人 不明智力 总是把过时 推给别人 所以他自己 即使认真修行 斤斤不屑 也不能挣苦 甚至是 也不能开悟 原因是自己的业障 不能消除 不晓得自己过时 在哪里 前面说过 要想 急得雷工 必须要从最难克服的地方 下手 这个仪 善心 善心 对待沃人 对待冤家 这是很难的一种事情 要从这个地方下手 从这个地方去做起 我们才真正的回头 真正觉悟了 第二 爱尽存心 特别是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长城发生 误会 割合 造成 十十多多 不如意 原因是 对待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族群 爱尽的心 就没有了 他不知道 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是一体 是自己 不爱尽别人 就是不爱尽自己 佛家讲的法身 法身 就是虚空 法界 一切众生 一学佛 一法院 要成佛 成佛 一定要 正得 亲近法身 你对于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要有分别 要有执着 永远 不能正得 法身 欢迎一句话 永远 不能 语言成佛道 岂不是害自己 修行 先要觉悟啊 古德教导我们的 性解 行政 你没有性解 你的行 是盲修 下令 自己盲修 下令 自己晓不晓得呢 不晓得 自己以为 修行得不错 还要教别人 所以佛在经里头 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 叫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意思 也就是 不要相信自己的见解 不要相信自己的思想 不说的是真话 什么时候 你可以相信自己的思想见解呢 正得阿罗汉之后 可以相信自己 想法 看法 没错 阿罗汉是什么境界 近似烦恼断了 我们在金刚经上看到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都没有了 不但四国罗汉没有了 金刚经上 金刚经上 明明告诉我们 出国 虚托还 就没有了 换一句话说 你还有这四项 虚托还 都没有正得 那么你的想法 看法 不是正确的 是错误的 把错误的 以为是正确的 正确的 永远 跟你远离了 永远不能正得 所以初学佛法的人 这个初学就是指 没有正得阿罗汉国之前 不能离开 不能离开 佛菩萨 佛菩萨像保姆一样 离开他 就发生问题 就发生危险 甚至于丧失神 在佛法里面讲 丧失慧命 所以古诗后人修行 我们在高僧传看到 在居四传 善女人传里面 看到的 在家出家修行人 不利善知识 由清净善知识 一辈子 道善知识 道善知识往生了 这才离开 采取教化一方 这个意义 很深 很大 我们要细心 机会 第三 成人之美 必须要想得 自他 不二 众生 有分别性 有执着性 有执着性 与其他 与其他 各个宗教往来 我们热忱地 帮助他们 他们做好事 我们成就他 有许多人问我 我们佛教徒 均现的这些供养 是要为佛教做事情的 法师 你为什么帮助别的宗教 我说我没有帮助别的宗教 他说你帮助一些回教 印度教 基督教 我说那都是佛教 你有没有听说 大乘法里头有一句话说 哪一法 不是佛法 他都见头 听说过 那基督教也是佛法 天主教也是佛法 伊斯兰也是佛法 没有一法 不是佛法吗 我没有 替外道做事 我替佛教做事 你有这种错误的想法 错误的看法 你对于大臣已经没听懂 佛教我们 学期妄想分别职责 你还在兼顾守住 妄想分别执着 你到哪一天才成为佛的子 佛的心量 心包太虚 量昼杀戒 你们都晓得 常常常念 挂在嘴边 可是自己的心量还是一点点大 还是不能容忍 我们没有遵守佛陀的教会 你们懂得爱护动 爱护出身 难道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你就跟他对立吗 那个动物众生 也是不同的族群呢 为什么对他就爱护 那对人就不爱护呢 佛学到哪里去了 经念到哪里去了 糊涂到所以然处啊 应当觉悟啊 展开经眷 字字句句 多想想啊 要想清楚 想明白 成人之美 这个地方人是广义的 十法界一切众生 都包括这些众 只要是人家做的好事 我们见到了 听到了 决定没有嫉妒 决定不能伤害 要发心 随习功德了 尽心尽力 帮助他 成全他 就是成全自己 成全自己的德行 成全自己的信德 第四 全人为啥 不但口勸 还要以身却 口勸是英语 写成书本 做成文字 也算是口勸 一定要身体立写 要做出好榜样 身却 佛在经典里面 常常教导我们 受持读诵 为人引说 引是表演 表演是身卷 要做出个好样子 给人看 给人做榜样 启发人 学习的意愿 第五 救人为己 这里面所讲的 每一条 意思都 无尽的声光 灾难现前了 救援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 救人为己 要懂得 放患于未然 危及是从什么地方 产生的呢 都是从造作物业产生 那么救济为己 真正的 要紧的事情 就是要教导他 断我修善 转迷为物 我一及才能真正消除 可是你想想看 教人断我修善 自己要不能断我修善 人家怎么会相信 劝别人 专迷为物 自己还迷惑颠倒 别人怎么会救 所以 祝福菩萨 一切都从自己做起 他叫我们放下明文立养 他自己真做到了 三一一波 与无化人间 真正做到六根清净 一成不然 我们看到这个样子 做好感情呢 有没有在这个样子 形象上 觉悟过来呢 真正觉悟过来 一定会 一定会欢欢欢喜喜笑发了 学习 这是觉悟 如果 如果还做不到 没有 没有啊 不但没做到 念头还没转过来 头一种 头一种事情 念头转过来 然后在四项上 就不难做到 就不难做到 我们也有一些同修 很想学菩萨行 很想修菩萨道 可是怎么学习都学不下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哪里呢 念头没转过来 还是一个烦心 还是一个迷心 依旧生活在秦职之中 没救 所以学起来 非常辛苦 非常困难 容易退传 道理在此地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祝福菩萨的事先 总是以讲经说法 为第一个形象 讲经说法的目的 就是帮助我们 破灭开悟 无聊以后 什么事都好办 没悟啊 难啊 太难太难 所以佛法不但是禅宗啊 教下也是如此 悟后祈求 没有悟修什么 唯独禅宗特殊 禅宗使 皆行同时 并进 其他法门里面 都是悟后祈求 不悟 没有下手之处 尽宗的书圣 不悟啊 这一句阿弥陀佛 也可以老实念 一面念佛 一面求救 双管齐下 这在无量法门里面 唯此一门 所以称为 教外别传啊 不是说念佛人就不要求觉悟啊 尤其是 要发行红法的人 不觉悟 不觉悟 拿什么红法 拿什么教人 所以觉悟啊 是非常非常重要 真正觉悟 我一级才能够离开 你也有能力 救人危机了 这个时据 我们讲了一半 时间就到了 今天就讲到此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